欢迎大家来到Line Love 欧阳聊宇 然后今天我们要测的主题呢 就是关于你命中注定的他是怎样的呢 这个命中注定一般是指我们的证员 也就是很有可能会比较容易跟我们结婚的 这么一个Mr.Right这个 这个证员 好的 现在以客观平静的心态 然后默想这个问题 然后选择一下拍座 好的 现在开始来解第一组牌 我先看看他你的命中注定的对象 非常大致的一个特征个性 King of Cups 好像是似乎水元素比较多 比较的感性 The Magician The Magician Knife Wands 这个两张牌又是火元素啊 这个是风元素 水元素火元素比较多 风元素带一点点 所以星盘 它星盘上的特质 就是偏水元素 还有一点外向火元素 还有一点外向火元素 这个是水元素 这个是水元素 Tone of Cups 这个是水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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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相处的一个情况 这是对方很有可能 从事的一些职业 作家 或者女行家 会做这种国际外貌的 有可能 Tiler Career Change 你们遇到对方的时候 对方可能在做一些 职业转换跑道的 就是在转换职业跑道的 这么一个现状 就是可能对方正处在 一个事业的关卡呀 或者事业正在转换 一些新的跑道啊 这么一个状况 好的 先说一下对方的一个个性啊 首先呢 我觉得对方可能是属于那种 心思比较细腻敏感的 就是在他不说话的时候 他的内心 他的情绪 他是比较水的 比较水向的 但他表面上看不太出来 表面上可能看起来会比较淡定 但实际上 内心有时候会 对很多事情 他会有很多想法 也就是一个内心细腻 比较敏感性的这种个性 对很多事物 他会比较的感性 比较敏感 也就是在心盘当中 带有比较强烈的这种水元素特征 是一个比较内心细腻敏感的 但是他这种内心的细腻和敏感 他不会轻易的表现出来 他表面上表现出来 还是偏成熟和淡定 这种表现方式 而且对方应该是 有很强的沟通能力 因为The Magician 水星所掌管 这张牌的意涵就是说呢 对方是一个很善于沟通的人 而且对方是很有创造力的人 他懂得把一些不可能变得可能 或者他能够通过他自身的这种努力 然后创造出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也就是他会很有创造力 很有这种沟通能力 很有这种 协调能力 也就是口才会比较好 比较聪明 然后对方事业性也会风风火火 也就是他事业性会比较的旺盛 风风火火的 说一不二的这种感觉 Queen of Wands and Nine of Wands 都是火元素 代表说他在事业上 还是挺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的 而且会朝着他自己规划的目标 往前冲的这种 是非常有干劲 非常有冲劲 自己在外在表现出来 是一个很有这种往前冲的 很有拼搏心的这种个性 但是实际上这个人的外表 看上去好像是火元素十足 实际上他类心的情绪是非常的 有时候会想的比较多啊 比较敏感呀 有时候甚至会情绪化呀 但是他不会轻易的 把这种情绪化表露出来 他会习惯性的去掩藏自己情绪 然后用一种很外向的 很奔放的 很外显的这种个性 去包裹住他这种脆弱敏感的心 所以你们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 一定要多注意说话的时候 就是不要太过 有时候要多去关注一下他内心 这个人内心是很细腻的 甚至有时候会拟有 有时候会觉得他有点容易想太多 甚至有一点点小玻璃心 特别是当他很喜欢你们 很爱护你们 很爱你们的时候 你们说的话 对他们来讲就是会杀伤力十足 也就是说的一些不好听的话 或者伤害他的话 他会放大 他会一个人闷着想 他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不会说 哎呀我很受伤啊 我要哭啊 我怎么很消沉啊 但是他实际上 他会容易把很多心思藏在内心深处 然后自己闷着不开心 所以这个人是需要你们时刻去 多关注一下他的内心的 而且你看这个牌也是 这个牌 这个牌都代表说 他这个人是容易想太多的 而且这三张牌代表说你们相处在一起之后的一个状态 你们相处在一起之后 抽到这组牌的人很有可能是那种个性上有点偏大大咧咧的 或者是说在说话上有时候会有点口无遮拦的 说话比较冲比较直的 所以有时候你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在说话上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个牌出现代表说你们一定会跟他在相处 长期相处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口舌 就是比如说你说了一句无心的话 你说着无心但是听着有意 在他的耳里他就听了以后他就会多想 然后他就会不开心 一个人闷着不开心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一个人闷着不开心不对劲了 但是又不知道他具体怎么了 这个人他习惯藏心事 内心会比较细腻和敏感 是一个有点多愁上感内心比较敏感性的宝宝 所以你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 说话就是婉转一点 然后要多去顾虑一下对方的一个感受 不要自顾制的就是觉得说了就完了 就觉得自己爽就够了 自己说出来自己爽就够了 也要顾及到对方的一个想法 对方的一个听了之后的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就是你们要懂得说话的时候 要懂得换位思考 说出来这句话会不会伤害到他呀 那如果同样是别人这样说这种话对待你的时候 你会怎样想啊 你要多做这种换位思考 但总体来讲 虽然你们可能经常说一些话 在往他心窝 心窝里面捅刀子的感觉 就他可能经常会因为你们说的一些话 伤心睡不着 甚至是失眠 但是这个人他很轴 也就是他选定了你 他一旦觉得想要跟你继续长远走下去 甚至跟你结婚 那他只要选定之后 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 再累再苦 他都还是想要紧紧的握在手心囊中 紧紧的就是不放弃这种 不但万不得已 他不会轻易放弃 所以他容易习惯的就是把不良情绪自己担着 自己忍 忍到一定程度 慢慢过去之后他又会好 也就是他自己会恢复过来 然后为了这个家 或者为了跟你之间关系变得更好 他会去做主动的这种服软 主动去努力 也就是他会做一个包容心很强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你们之间关系相处的时候 对方是一个在外边 事业上是风风火火 敢冲敢闯的大大力烈的 但是他在感情上 他是比较敏感细腻的 所以跟他相处的时候 他更多是他们来包容你们 你们可能是属于那种 比如说外表看起来比较柔 你们和他们可能是一个反差 外表看起来比较柔 比较好说话 实际上内心 有时候是凌凌脚脚挺多的 内心比较刚强 或者内心有时候说话比较直 所以你们之间在一起 就容易互相伤害 但是更多时候 你们之间关系的这种相处 更多是对方来迁就你们 因为从整个排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对方对你们爱 应该是更加包容的那一方 更加愿意去付出和退让的那一方 所以要恭喜你们就是 你们能够得到一个很温柔 内心很细腻的这种伴侣 这种好的对象 但同时呢 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 也要多注意去自己 去反省一下自己 是否有哪些话说的不恰当啊 是否有哪些口气过重啊 或者说了太冲的话 伤害到对方啊 也就是让你们关系变得更好的方法 就是你要多去换位思考 多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 看看你说这个话 或者做这个事恰不恰当 会不会有伤害到对方的可能性 也就要多做这种反省 然后这里有一个abundance 还有一个yes 代表说呢 对方很有可能是你们 梦梦以求的 或者你们喜欢的一个类型 而且对方能够给你们 带来物质上啊 或生活上的丰盛 也就跟他在一起之后 你会发现你过得越来越好了 跟他在一起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 越来越精神啊 或者物质啊 越来越丰盛了 这个人能够给你带来荣耀 或者丰盛 不管这种是精神上的富足 还是说你的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 还是说你的物质上的富足 你的这种吃穿住行的这种 进一步提升 总归是丰盛的 也就是很有可能是精神和物质双丰盛 也有可能是某一方面 让你感觉到特别满足 跟他在一起之后 越来越有这种abundance 这种富足的感觉 很满足的感觉 很满意的感觉 这个人是一个 你们和他相处在一起 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非常有自我价值感 这个人是能够给你们提供 很强的这种自我价值感 让你感觉到很满足的 这么一个对象 一个良缘 而且你们遇到他时间的话 这个牌出现是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这个牌一般就代表说是 三到六个月之内 未来三个月或者未来六个月之内吧 就是半年之内大概会遇到这个对象 当然这个对象 就如果你们问的是这个良缘 结婚对象的话 那当然仅限于说是 你们今天抽到是失婚年龄的 如果还在读初中高中的学生党 那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比如说还在读大学啊 或者还在进修啊之类的 就学生党就自动忽略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给到是失婚年龄的 也就是你们很有可能 在未来半年之内 遇到你们的这个娘缘 镇缘 比较容易跟你们结婚的这个缘分 时间的话 学生档次都忽略 然后工作了 或者是在社会上的宝宝 可以听一下 做参考 然后对方的职业啊 对方很有可能是处在 现在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换 他的这个转换很有可能 要么是他刚毕业 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个转换 要么是从A公司换到B公司 要么是从A的行业 跳到B的行业 或者是从A的一个怎样的 一个企业 跳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企业 甚至是换国家呀 或者换城市啊之类的 也就是他处在一个转变期 你们遇到他的时候 他刚刚经过一轮转变 或者还正在转变中 然后对方的职业 很有可能是这种 国际外贸啊 或者跟旅行旅游业相关的 这些职业 甚至你们很有可能是 在旅行当中认识的 然后对方可能 他的工作会涉及到 经常要出差 或者经常要去 用自己电脑 computer去做一些操作 发邮件 国内国外的这种贸易 这种关于邮件方面 会发的比较频繁 经常在电脑前面 悄悄打打这种 还有可能对方是作者 或者是教别人写作的 这种老师 或者对方本身就是一个 很擅长写作的作家 自由撰稿人 甚至是出版社的一些编辑 之类跟文笔 跟书本文笔打交道 就是文学这方面 打交道打得比较多的 这么一个人 而且对方也有可能是 疗愈者 比如说心灵的疗愈 或者身体疗愈 心灵疗愈就类似像 UP这样子的 做这种 关于身心灵的这种疗愈呀 给人指引方向 心灵的这种解压的 这种疗愈者 也有可能是身体上疗愈 身体疗愈 比如说是护士 护工 看护 医生 照顾他人的角色 都属于这种疗愈者 对方职业基本上处在 就是我以上说的 这些职业范围内 然后再看一下 补充信息 抽了一些小纸条 看看对方的一些补充信息 outgoing lovely fun outgoing boy and girl quiet person wow villa villa and sport sport boy and girl elegant 总体来讲 这个补充信息 首先对方气质给人感觉 第一感觉是优雅的 很体面的 给人感觉穿衣呀 打扮呀 气质呀 给人感觉就是 好像出身良好 或者他很有气度 风范 感觉给人如木春风 就是行为举止 或者他穿着打扮 给人感觉很舒服 很优雅的这种范儿 很典雅优雅 有气质的这种范儿 然后outgoing 代表说对方呢 可能是一个 在社交场合上 或者在他事业上 是很有冲劲 而且非常善于社交的 很外向的 很会社交的 可能朋友很多 而且对方很爱运动 可能自己爱好当中 可能经常去爬山啊 或者游泳啊 或者自己经常去健身房啊 有种规律的 这种keep fit 这种运动 就是习惯各方面 还是比较好的 quite person 这个呢 可能跟刚刚这种outgoing 有一点点反差 它分两种情况 要么是有一部分人 你们的这个 这个你这个 命中注定对象 是外向型的 有一部分是安静型的 还有种情况是 在外面很外向 在外面很优雅 很得体 很会社交 朋友很广 人脉很广 而且很爱运动 但在家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有可能是这种遗憾 就他这种双方boss都带 都带这种特质 家里很安静 很敏感 就跟这个牌有点对应 类型其实很水像 很细腻 但实际外面 展现出来又是很大的 莉莉很有充敬 很有干净 威乐 哇 这个牌 其实跟这个牌 有点像了 就是说 对方啊 很有可能是住别墅的 就对方可能是 从小到达家境 英识家境很不错的 家境可能比你们要好 然后对方是家里 他父母啊 或者他是住别墅的 然后或者他自身 就是有很强赚钱能力 以后你跟他结婚 或者跟他长期相处 他是能够给你提供 很好的物质条件 甚至是买别墅 两个人婚后 可以住别墅 这有这个意涵啊 所以代表说 对方是一个 挺会赚钱的人 物质条件 或者他家体不错 不过这个 这个也代表 还有种意涵 代表说 你们跟这种别墅 很有缘 比如说别墅趴呀 或者在别墅里面 一些聚会呀 一些club的 一种party salon啊 在别墅里面 举办的这些活动啊 然后在这些活动上 认识的他 认识这个Mr.Rye Mr. Mrs.Rye 这种感觉 就是 很有可能就跟别墅有关 所以要么是他本身家底不错 或者你们婚后能够住别墅 也有可能就是 你们是通过别墅 party这种别墅的这种 club聚会 沙龙认识的 总归来讲 对方 你们跟他相处的时候 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对方是一个比较细腻敏感的 外表看上去可能比较的 比较外想比较大的那些 实际上内心 比较的玻璃心吧 或者有一点点喜欢想太多 就有点点像是那种 宝宝心里有苦 但是宝宝不说的感觉 就挺可爱的 内心可能有时候 想一堆的问题 但表面上装的很淡定 还是蛮可爱的一个内心人 所以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 要多注意啊 就是细腻一点 换位思考 这样子的话 你们的感情才会更完美 或者是相处才会更和谐 那就祝福你们了 早日遇到这个良缘 好的 现在开始来解第二组牌 首先看一下对方的 基本个性 挺聪明啊 精神比较丰富的一个人 挺独立的 有时候容易自己陷入 自我情绪想的比较多 喜欢独立思考 但是情绪也比较情绪化 敏感 recovery 这里面互相相处的一个情况啊 两个命运之轮的出现 support books freedom shouldry 好的 首先看一下对方的一个个性啊 嗯 两个命运之轮的出现 代表说你们之间很有可能是彼此的一见钟情 你对他一见钟情或他对你一见钟情 或者双方互相的一见钟情 也就刚开始第一眼 或者第二眼 你们彼此就会对彼此很难电的这种 就是电光石火 fall in love at the first time 然后一开始 确立关系应该是很认真的 很认真去对待这种关系的 ace pentacle 而且对方的个性是属于那种踏踏实实的 他不是那种海王 不是那种今天撩一个明天撩一个 他不是这种 他更多就是一旦认准 一旦对你有感觉 他可能就会很认真的去对待跟你之间关系 然后认真推进 认真的踏踏实实的 认真的去对待一段关系 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 学生时代也是做事情 可能有时候会有点一板一眼 然后会比较的 认真的去 学习 工作的时候也会认真的去工作的这种 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感觉规规矩矩的 踏踏实实的这种个性 而且the high priestess 代表说对方可能是宁性比较高的 比如说宁性比较高 比如说对方是很喜欢一些身心灵方面的一些话题 喜欢谈的一些哲学宗教 甚至对方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性教 自己一些性的东西 就精神上是比较高的 比较追求精神满足的 而且这个牌也代表说 对方也是很注重独处精神上的自由 也就是你不要太过于去束缚他 管着他 很多时候他精神上 他是需要空间和自由的 很多时候他需要找的是一个 在精神上能够和他有共鸣 理解他 懂他的人 所以这个人其实很重视 谁能够懂他 谁能够在精神上给予他支持 谁能够在精神上和他有链接 这对他来讲很重要 而且他有时候会自己想太多 因为他很追求精神 所以有时候他甚至会 过度的去追求精神 或过度的思虑太多 然后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自己的宅小圈圈里面 也就是这个人时不时的需要独处 时不时的他可能就开始 就可能封闭自己了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你们更多的去 把他们从这种封闭的状态拉出来 给他们更多的正向的鼓舞 或者给他们更多的这种精神上的力量 他们很看重的是这种精神的support 精神的这种支持 对方可能是一个在知识上比较追求的一个人 喜欢学习 喜欢修炼哲学啊 心领啊 或者身心灵方面的一些知识 喜欢去探讨 喜欢去聊一些行而上学的东西 也就在灵性物性方面会比较高 类型的灵性啊 或者他自身的这种灵性方面 可能有一定的天赋 或者有一定的这种智慧的 是属于智慧型的 思考型的 类型比较的 想法比较多的 甚至他有时候会比较偏独立的 思想会比较独立的这种类型 就身边的人有时候会觉得 他的思想有时候怪怪的 但实际上他的思想是更多的 会比较的偏 偏稀释一点 就是独立的思想 但是不用担心的就是 一开始我说了 他们对待感情是比较忠贞的 比较认真的 对待事业也是 认准了一个方向 他就会踏踏实实的去拼搏 去努力 是一个在行动力上 在自己的事业上 他是一个很懂得去深挖 懂得去努力 像三好学生一样的 去好好的打拼 好好的一步踏踏实实的这种 但是自己的精神上 他有自己的追求 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 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精神上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人 recovery出现在这里呢 我觉得他可能有几种解释意涵 这种意涵代表说 这是一种恢复和疗愈 代表说 这个人可能他会有一定的疗愈力 他的出现能够给你带来疗愈 比如说你失恋 或者你受到感情上 一些创伤打击之后 你遇到他 你会感觉获得了救赎 精神上获得满足 觉得这个人就是你要找的 这个人能够带给你 很强的这种修复力 很强的这种对未来的一种信心 也就他能给你这种疗愈的力量 能够让你重新站起来 去重新相信爱情 那这有可能是换一个角色 比如说他是一个受了过去 受了伤的人 然后遇到了你 你能够给他带来这种疗愈力 你能够活成他的精神支柱 活成他想要的这种理想型 也就是他是一个觉得 就是能够在你身上找到这种疗愈和安稳感的 所以这个要看啊 有可能是你 有可能是他 给对方彼此这种疗愈 强大的疗愈和恢复能量 然后这里出现的low 就是出现一个low这个牌 代表说呢 如果说你们现在心里有想的某一个人 那这个low代表说可能不是这个人 如果说你们现在有一个什么理想型的范本 或者模板和标准 那也有可能low告诉你不是这么一个标准 他可能跟你们你想的这个人 或者这个标准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a year from now代表说呢 你们遇到他时间 这个时间啊 仅供适合年龄的人听 那其他的信息是所有人可以听的 就这个是仅供适合年龄的人听 就是你们遇到他时间 a year from now 也就未来一年 也就从此刻现在开始的未来的12个月 一年之内 你们比较容易遇到这个人 就是这个你们的证源 你们的结婚的对象 所以这个时间是给到失婚年龄的人听的 再看一下你们相处 长期相处之后的一些问题 或者一个相处之后的一个状况 首先这个牌就是 你们是会两个之间关系 遇到彼此之后会觉得很幸运 而且你们很有可能是这种一见钟情 二见钟情的这种 一开始就对彼此有很强烈的好感 然后呢 这个牌也代表说 你们彼此的感情还是非常平衡的 你们能够很好地平衡好你们的 就是认识了之后 你们彼此之间很好地 能够平衡好你们的学业 事业和感情 就是事业和感情 和跟他的感情能够很好的平衡 或者你们的学业和跟他感情 能够很好平衡 也就这个牌代表说 你们能够同时跟他很好相处 同时能够去很好的去专心学习 或者专心拼搏事业 你们能够做得很好 就是你们的关系能够很融洽 很和谐 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 因为你们互相是能够给彼此 或者其中有一方 能够彼此带来很强的这种疗愈力 和心灵的支持力的 所以你们之间关系 其实总体来讲是比较走心的 比较精神力 这方面是会非常的融洽的 因为我一开始也说了 这个人他很重视 他的对象 能否给他一个很高的 这种精神上的满足 而刚好 他是你的命中注定对象 那就代表说 你能够给他提供 或者他认为你们之间的关系 让他感觉到 有很高的这种精神共鸣 很强的这种精神价值 这个人也很重视 这种精神心灵的交流 你们这一块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们能够很好的平衡 好你们的感情 和你们的现实的生活 能够把它井然有序的去平衡 然后相处的比较会融洽 慢慢的顺其自然的走 而且这个也代表一种和谐 你们之间关系可能有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会更包容 另一个人可能更加的会 就是就有一个人会是稍微任性一点 有个人会包容一点 但是总体来讲 你们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互相都是关系非常和谐的 愿意 你们都是很享受在 很享受在这段这种关系当中 虽然有时候在别人眼中 觉得你们的关系有时候不是太平等 但在你们自身的眼里 你们会觉得这种关系很好 很舒服 很OK 很和谐 也就是你们自身感觉到很好 所以只要你们自身开心就OK了 不管别人怎么想 总归就是一段很平衡 很和谐 能够带来很高的这种情绪价值 精神上很愉悦的一段关系 然后对方的职业 children 对方可能跟小孩子相关的 那就是可能是幼教啊 或者是护工啊 看护啊之类的 就是跟小朋友打交道打的比较多 他工作上可能涉及到很多小孩子 然后sport sport这个支持力量 代表说他可能支持小孩子啊 或支持一些成年人啊 就他自己工作他带有一些支持性 就支持别人的这种 books跟书有缘 那可能就是很喜欢看书 或者他本身的就是出版社工作的 跟书 他的工作场域跟书打交道比较多的这种 还有就是他会有一个自由不羁的灵魂 因为从这个Freedom跟上面的这些牌 我都说了 他是一个很独立很自由的人 就你不要太管他太多 不要限制他的思想 他思想是非常的就是自由和独立化的 甚至有时候会有点稀释观念 所以有时候要给他比较多的一个尊重 他的思想是非常的自由主义的 所以就是跟他就给彼此尊重 你们这段关系就能很好的和谐的相处 然后这个Freedom还有个含义代表说 对方很有可能是自由职业者 比如说像跟书打交道 那就自由撰稿人啊 自由的出版商啊 自由的support 帮助去支持别人人呀 自由的去照顾别人的这种老师啊 教师啊 或者培训机构的某一个怎样的角色 总归就是跟教育啊 跟书啊 文化呀 跟心灵支持啊 或者实际支持方面呀 这种支持也可能会是那种 扶贫啊 慈善啊 帮助他人啊 支持他人这种角色 对方很有可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或者他内心 他的灵魂上 他是一个很自由 很奔放的人 会比较有独立的稀释思想 而且他很重视精神的交流 这点上你们应该是没问题的 跟他们在精神上 是能够得到共鸣的 精神上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沟通的 然后再看一下 对方的一个补充特质 抽了一些小纸条 Delicate 对方是长得属于清秀型的 五官 清秀型 Cherry Mouse 清秀型五官 然后小嘴 嘴巴可能偏小 清秀型 Soughtful Intelligent 这个其实跟这个对应上了 Soughtful就是他 他很有想法 而且他会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有天赋 就是心灵层面有天赋 心灵层面会有自己的悟性和智慧 是一个知识渊博 或者内心情感 内心的这种知识量很丰富 看过很多书的人 总体来讲就是兴趣爱好 精神比较 精神力比较丰富 爱看书 比较的博学的吧 博学 然后想法比较深刻的一个人 可能会比较讨厌那种肤浅的人吧 内心会比较深刻 Thinking difference 你跟他接触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人 他的想法可能 跟大多数你身边人不太一样 就像我说的 他可能很自由主义 他的观念 他的想法 他切入点 可能跟大多数人 世俗化的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他会比较的有独特观念 他能够看很多问题 他会有他自我的见解 不会人云亦云 他会有他自我想法 很独立 内心很丰富的一个人 很有个性 内心的想法 很有个性 school study 这个含义可能是 跟这个school 跟这个有点像 就是跟书本打交道 有可能是在学校 你跟他认识的 预见的图书馆 学校这种学习场域认识的 有可能是他本身 就是在学校工作的 在你们在学习当中 他本身就是学生 或老师啊 教学这方面的 都有可能 反正这个人是一个文化人 跟知识打交道 比较丰富的 知识领域 他自己思想比较深刻的 比较爱思考 爱学习的 这么一个感觉 乖乖仔吧 乖宝宝 总体来讲 是一个比较重视精神的 而且比较思想独立派的这种 好的 这就是第二组的解牌了 好的 现在开始解第三组牌 首先看一下 你们的命中注定对象 他的一个个性 Page of Cups Q of Cups Ace of Cups 挺多水元素的 星盘当中可能比较多的水元素 很注重沟通 情感比较细腻性 然后还有这个 King of Cups 沟通力很好 还有一个Fire of Cups 也是沟通 但是这个人 虽然沟通力很好 但有时候也是容易想得多 因为情感丰富嘛 而且会比较的 口才会比较好吧 但是有时候也是因为 心思比较细腻 然后也很聪明 反而有一点点想太多了 有时候 细腻敏感 我大体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善于沟通的 想法比较多的 聪明性的 Romance 不错 Romance Tro of Cups 很浪漫的一段关系 Trust Trust 相处 Wow 不错 Tro of Cups 想念人排也出来 想念人排 想念人排 两个 重复 而且还有个Romance Four of Wands Four of Wands Four of Swords Animals Protected Creative Creative expression Creative expression Counseling 好的 首先说一下对方个性 我刚刚就说了 对方其实是一个思维型 比较喜欢去思考东西 比较喜欢去想想想想想想 很多问题他喜欢去思索 而且他看待问题的角度 他会比较细腻 比较会想会思维 而且很注重沟通 就他很会去和别人互动和沟通 很会处理他的人际关系 你们跟他的关系 总体来讲是一个很和谐的 很融洽的 感情会很好的一段关系 而且对方可能富有创意 他可能有某些艺术爱好方面的 比如说画画呀 或者唱歌啊 他是一个有时候在思想上会想法比较多 天马行空的 会今天一下想做这个 明天一下想创造那个 很有创造力 很富这种创造和想象力的这种人 而且他会把这种创造力 付出行动去尝试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很懂得创造的人 但有时候呢 这个人可能会由于他想太多 而造成有点over 就是他由于他想太多 然后会造成他的 他在人际关系上 有时候会去怀疑别人 或者是说跟你之间相处 有时候会两个人之间 因为一些吵架呀 思想上 有时候他无法理解你呀 你无法理解他 而造成的这种 这种 隔阂 也就这个人 由于他想太多 而造成的你们之间的关系 容易有一些 分歧 或者是说 思想上的这个 没有办法达到很 强的这种融合 然后再看一下你们相处啊 你们长期相处的话 首先这个恋人牌 还有这个 这两张都是小恋人牌 还有这个romance 代表说你们感情是容易相处 越来越深的 两个人之间是很相爱的这种 就是两个人之间关系会 越相处 越来越深 虽然有时候会容易吵架呀 两个人倪心呀 互相猜心呀 但是只要两个人和好了之后 还是能够和好如初 和好之后 关系能够更进一步 也就每次度过了一些 感情的经历 一些坎坷 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都能够让你们关系 更进一步往前 也就你们关系能够到待一个 比较长久 比较甜蜜 甜甜蜜蜜的 然后能够比较互相 就是珍惜这段缘分 很深爱 感情是处理的 就是还不错的 是还蛮深爱彼此 而且你们之间相处 比如说结婚之后啊 或长期相处在一起 还是挺愉快的 又相爱 而且两个之间还可以 就是经常去旅游啊 或者经常到外面去庆祝啊 或者有共同的朋友 共同圈子 可能经常吃吃喝喝玩玩 在一起啊 就会有很多社交活动 让你们彼此感情 更加的丰富多元化 而且你们也懂得享受 就是当晚累了之后在家了 那可能就是 男人散散躺在家休息 这种状况 就是很闲散 很愉悦 很舒适的这种状况 也就你们长期相处 比如说同居之后啊 或长期相处在一起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时不时有聚会 时不时的在家 又会能够相处的 非常的融洽 非常的 就是悠闲的这种感觉 而且会比较相爱 互相的感情会很好 就你爱我 我爱你 彼此甜甜蜜蜜的 这种腻在一起的感觉 你们感情还是不错的 能够 平时不吵架的时候倒还好 吵架之后可能就会头疼 有时候就会因为 他想太多啊 你想太多 思想上有矛盾 但是当你们和解之后呢 其实呢 还是能够 就是在思想沟通上 你们有说不完的话 从天 就是从国家大事 聊到鸡毛蒜皮的小事 什么都能聊 两个人之间聊的话题 是源源不断的 是很能够聊的 而且是互相的有 就是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两个人在思想上很有共鸣 很有话题聊的这种 但是就是因为沟通的太多 太能聊了 导致有时候反而会起冲突和口角 就好像舌头 舌头和牙齿 经常碰一起 也容易打架的这种例子 这种意思就是 你们感情会很好 好的时候特别好 感觉就舔到天上去了 但是不好的时候又容易起一些冲突 一些口舌上的无味之针 但很快又会和好 因为对方并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 所以你们跟对方相处的时候 更多的要以你服人 不要乱发脾气 不要就是无力取浪 很多时候对方是一个king king of source 他的这种角色是 他会很理性的去分析你们之间 错就是错 对就是对 谁错谁道歉 他不会因为爱你 然后他就无限去怎样妥协 他是也很讲求公平 而且很重视公平度 两个人之间相处公平度的 所以一定要懂得 就是你们之间关系 懂得找一个平衡点 而且就是谁错了 就谁认错 谁有问题这种关系 就谁去努力的去修补 问题出在谁身上 谁就去妥协 也就是不要无谓的去 仗着对方爱你们 然后就无限度的去消耗 对方对你们的感情 因为对方他是一个保健国王 保健国王他就是当他冷酷的时候 他是会非常的冷酷的这种 所以不要在他面前 无限度的无理取闹 很多时候他很讲究的是公平 所以你们要以礼服人 有什么问题 公平的冷静的客观的去解决 而不是这种一阔爱闹啊 这种方式 他可能更加能接受的是 你们理性的沟通 达到一个共识和平衡 那这样你们的感情关系 才能够更加融洽 往前推进 总体来讲是不用担心的 你们其实这种关系 还是蛮相爱的 romance 非常的富有浪漫的感觉 对方也能够给你们 在生活当中 制造一些小惊喜 小浪漫 送送礼物啊 或给你们一个 小小的suprise之类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 相信他 相信这段关系 放心大胆的放开自己去爱 相信他 然后这个就是你们遇到时间 这个时间仅供就是 社会年龄的人听 如果说是学生党 那就不存在说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更多是 因为这个今天主要说的 就是结婚对象 这个证元很有可能走着结婚 殿堂的 这个时间就是 社会年龄听一下 within the last few weeks 这个时间就很快了 在三组当中 这个应该是最快的 这个时间段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 三个月以内吧 三个月以内就可以遇到 所以你们要多注意一下 近几个月的社交 然后对方的一个职业啊 对方职业 因为首先从这些牌来看 这个牌来看就是 它是一个 一开始我说 它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 那这个也代表说画画呀 它对方可能是设计啊 艺术啊 创造啊 跟画画相关 跟设计相关 跟插画漫画 这种跟艺术相关的 也有可能是这种音乐相关的 创造力相关的 创作者相关的 就这种设计师啊 或者是这种创作者呀 不管是艺术绘画 还是艺术音乐 跟艺术相关 创造相关的 然后 这个也代表说 对方很有可能是顾问 某方面的专家顾问 金融顾问 咨询顾问 某方面的学者顾问 某方面的文化顾问 某方面的艺术专业顾问 总归它可能是某个领域的一些顾问 专家经常给客户 给他人以指导 给专业的指导意见 理财方面的意见 或者艺术方面的意见 或者他自己的这个本专业 本领域的一些指导意见 而且对方也有可能 跟他的工作跟动物相关 那就是环境保护者 动物保护学家 或者是研究动物的 还有可能是兽医 在这种兽医行工作的 这种兽医医院工作的 宠物医院工作的 好的 这就是第三组的一个讯息 总体来讲的话 这个人 你们跟他相处的话 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个补充 补充一下他的一个讯息 小指条看一下 五官柔和 就他五官不是那种 特别说怎样 菱角分明啊 或怎样 五官偏柔和的这种 长相偏柔和 看起来五官是偏柔和 可能偏温柔的这种长相 偏柔和的 成熟的 对方是一个很负责任 很成熟的 一旦跟你们确定关系 可能就想负责任 想要长远走的这种 因为跟这个也有点像 比较成熟 older 就比你们年龄 比你们年龄要连长 wow true love 跟这个是对一样 两张小恋人牌 加上一个romance 代表 对方是你们的真爱 就跟你们 很有可能走入 结婚殿堂 这个人是你们的真爱 你们会因为爱情而结婚 这个人就是你们的良缘 你们遇到他之后 会跟这个人 就是你们互相 是新交新的 非常的深爱彼此的 关系是非常的 就是好的 很甜的这种恋爱 爱彼此的 sensitive warm up slowly shy 对方可能有一点点敏感 内心他是属于属于敏感性的 而且他有点慢热 所以跟这个人相处 刚开始遇到 他可能不是那种 立马跟你进入恋爱关系 立马跟你确定关系 或立马对你火热这种 虽然他这种水能量 原素很多 但是他更多的 他可能前期会像一个国王 保健国王 要很冷静的去评估 去思索 你们到底合不合适 你到底是不是他的良配 你们之间相处在一起 到底有没有问题 他可能会想很多 甚至想到自己头痛 这种感觉 所以前期你们会觉得 这个人有一点点冷酷 甚至有点冷淡 不太好去接近 但实际上这个人 是因为他会比较自我保护 慢热 敏感 甚至有点小害羞 所以其实是需要时间 多接触 接触 慢慢接触久了之后 可能会发现 他非常多情 非常有创意 类型很丰富 很多情的一面 所以这个人 是属于那种表面上 看起来聪明 淡定 成熟 但实际上 类型有时候会比较的 小敏感啊 小害羞啊 慢热啊 这种感觉 但总而来讲 你们相处在一起呢 就是婚后生活 或长期同居 长期恋爱的时候 两个感情 还是很甜蜜的 是慢慢的感情 容易进入家境的 而且能够去享受 户外旅游啊 或者共同的朋友聚会啊 两个人在一起 生活很谢意 能够在家里也是 就两个人私下 会很难散的 就是腻在一起 非常的享受 这种静静的 这种二人时光 很难散的 这种享受 这种生活 然后在外面 也会很容易 去参加这种聚会啊 两个人之间 很快乐的 和大家融在一起 去共同旅游 共同聚会啊 很热闹的场合 两个人是那种场合 当中的模范 情侣 模范夫妻 感觉就是别人眼中 的这种模范 就感觉你们好相爱哦 两个人感情好好啊 这种感觉 就总体来讲 这段感情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好的 这就是第三组的讯息